上海南反強制隔離 我們是最後一代 共軍專家要武裝反抗 美太空司令部警告 俄羅斯開啟太空戰爭 激光兵亂凶繞 福州再現血紅色天空 美國國會就中共強摘器官舉行線上聽證 遼寧號操演清臺 美情報總監 中共犯臺問題急迫 日前上海一對核酸檢測為陰性的年輕夫妻 堅決反對強制隔離 身穿印有警察字樣的大白威脅說 處罰將會影響他們三代 男子當下回說自己是最後一代 微博11日 熱傳一段視頻顯示 大白威脅一對夫妻說 如果不支持市政府的命令 就要對你進行治安處罰 進行了處罰以後 要影響你的三代 不料該男子立刻回說 這是我們最後一代 謝謝 這句對白 及其廣大中國網友共鳴 被形容是史詩級的對白 法廣13日報導說 警察威脅男子影響你的三代這類話語 在毛澤東時代非常流行 父母是地主或走資派的 其後代就是地主子女或走資派的子女 上學 就業 前途 一生都受到嚴重影響 但向這位男子 面對暴力威脅 境界不明 弱弱說出一句 悲創 絕絕 颇具象徵的一句 卻具有另類難以形容的爆炸力 中國學者張學忠說 這句話表達出一種最深刻的絕望 說話者宣布了一個生物學意義的決定 我們不會繁衍後代 可以說 這句話是一位年輕人 對他所處的時代 可能做出的最強烈的控訴 美國學者葉耀元告訴自由亞洲電臺 這句話反映當前的中國民怨又到達一個高鐵 對政府防疫手段很反感 能確定的是 官方這樣的防疫手段早已是民不聊生 針對這句金句 大批網友紛紛留言說 這也是我的宣言 你自個萬獸無疆去吧 共產黨用連坐威脅年輕人 年輕人用不生娃作為回擊 無法改變歷史 但可以拒絕未來 中共失賠了 你的統治到我結束 你給的苦難到我為止 當韭菜抱著同歸於盡的決心 說出這句話時 鐮刀內心是崩潰的 網友轉發了該視頻 但影片在中國網路上被快速清零 微博更直接屏蔽最後一代等相關話題 目前 中共防控手段仍在不斷升級 除了一人染疫 全樓轉移外 甚至不區分 陰性陽性 一律強制入虎消殺 如同入世的強盜作為 從網路流傳的截圖顯示 上海國防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軍事專家趙楚 在微信朋友圈 就強制入世消殺 發帖紙 這樣的胡來 等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假如到我家 我的書怎麼辦 被子 床鋪 唱機怎麼辦 只有一個結論 必須武裝反抗 無論付出什麼代價 有海外網民表示 鐵拳砸向了軍事專家 支持趙楚先生 武裝反抗 據烏克蘭軍方消息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俄軍已部署各種干擾系統 對烏克蘭境內的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訊號進行干擾 俄軍通過干擾或欺騙GPS訊號 能阻止人員 車輛 船舶和飛機等進行精準定位 這可能招致災難及後果 據英國《泰晤士報》報導 美國太空司令部司令狄金聲發出警告 俄方正在增加太空軌道上的攻擊行動 針對飛機 船舶 汽車和普通民眾使用的GPS訊號進行頻繁干擾 狄金聲將軍指出 俄羅斯和中共對美國及其太空盟友的太空行動構成了最迫切並且是最嚴重的威脅 因為中俄正積極發展 測試和部署反制太空能力的武器 現代GPS技術早已成為全球各地國家和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廣泛應用於導航 定位 勘探測彙和精準定時等諸多方面 在戰場上同樣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 利用衛星計算出GPS接收器的精確位置 以及供無人機偵查和展開協同行動等 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記》國際研究中心發表的報告指出 俄羅斯部隊於入侵烏克蘭之前 就把干擾設備送往俄軍集結地區 在戰爭中 俄軍積極利用GPS干擾和其他形式的電子攻擊 報告中說 GPS干擾已成為俄羅斯軍火庫的常用工具 俄羅斯軍方自2014年以來頻頻干擾烏克蘭境內的GPS訊號 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對太空軍副司令湯普森的採訪中 湯普森表示 由於干擾裝置阻止他們接收任何有用的訊號 烏克蘭或許無法使用GPS 5月11日晚間 血紅色的天空再一次出現在福建省福州市 引發眾多民眾關注 大家紛紛拿出手機拍下這一意象 在今年5月7日 浙江舟山普陀區首度出現血紅色天空 官方聲稱 這是遠洋漁船上用來誘捕秋刀魚的紅色燈光 經過大氣的折射和散射所引起的 但眾多網友對此說法表示質疑 怎麼漁船紮堆 冒紅光呀 以前就從來不冒 以前漁船上也有紅色燈光 但是從來沒有把天空照得這麼紅 還有網友表示 天赤如雪是意象 這是不祥之兆 要有血光之災 此乃血空 明朝曾出現過一次 之後便糧食減產 顆粒無收 明亡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天人合一 周毅說 天垂象 見極胸 聖人像之 天香的變化往往對應著世事的極胸 人間的禍福 中國古人認為 赤色者主冰光 因此 如果出現赤日 血月 血紅天空 都被視為不祥 會有災難 即有可能是冰亂和旱災 據漢南虛俊志記載 明朝崇禎元年 全閃天赤如雪 五年大雞 十三年大漢 十四年漢 四庫全書中 對這一事件也有詳細記載 崇禎元年 三月二十五日 五谷 全閃天赤如雪 四時見黃 日始初 戰曰 此赤聖也 主大漢 有吉兵 使年白水賊王二返 唐朝李淳風所著的《以四戰》中記載 赤氣出天船中 不出一年有自立者 赤氣漫漫血色者流血之相 赤氣赴日如雪光 大漢 人民積 赤地千里 中國歷史上 血色天空大多出現在王朝末年 如北宋末年 元朝末年 這種意象似乎也對應著政權的覆滅和國軍的不祥命運 據美國之音報導 美國國會蘭托斯人權委員會星期四 就中共強制摘取人體器官的做法舉辦線上聽證會 聽取專家學者和親歷者的證詞 主持聽證會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說 必須停止中共的這種野蠻做法 作為蘭托斯人權委員會共同主席的史密斯 在聽證會的開場中說 中共政府宣稱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至上 但是包括上海在清零政策下的例子告訴我們 中共百年來始終把人民放在最後 顛倒人權普遍性原則 無所顧忌並殘忍地把人民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 他說這種完全無視人的尊嚴的做法 沒有比強呆人體器官更顯而易見了 讓良心更加震驚的 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器官移植所需的器官 而處決被宣稱為國家敵人的人 而且這也是一種明顯的懲罰形式 實際上更是一種種族滅絕工具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馬修羅伯遜 在星期四的聽證會上說 結論顯示中國的醫療機構與公安系統之間 特別密切地長期合作 而且這些移植中很多可能是來自政治犯 這也讓中國的外科醫生參與了醫學法外處決 此前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和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 以及民主黨眾議員蘇澳奇曾共同發起一項法案 以打擊強摘器官阻止中共從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 這將停止強摘器官法案 將對強摘器官負有責任的外國官員和實體進行制裁 禁止向這些實體出口器官移植所需的某些外科儀器 並要求國務院就外國強摘器官問題提供年度報告 史密斯說 我們需要齊心協力 拒止這種野蠻的做法 據日媒共同社報導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兼部魚12日晚發布報告稱 5月11日中共航空母艦遼寧號率領7艘共軍軍艦從東海航向太平洋 此後 遼寧號編隊出現在日本石原島南方160公里處 並停留在此進行艦載機 直升機的升降演練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護衛艦梁岳號持續對齊監視 航空自衛隊戰機也緊急起飛應對 日本防衛省武官統合幕僚長山崎慶二在記者會上表示 中方試圖提高海軍艦隊的航海能力以及在太平洋地區的活動能力 遼寧號12日曾行使到沖繩以南附近海域活動 最後 山崎興二說 我認為 中方航艦在臺灣父親以及南西海域活動儀式非常嚴重 在安全上應密切關注 臺灣安全問題也一直受到美國情報部門的密切關注 美國情報總監海恩斯11日出席參議院聽證會時表示 中共一直在加大對臺灣外交 經濟和軍事上的壓力 多年來 孤立臺灣和對臺民眾進行意識形態滲透 動搖臺灣人對民選領導人的信心 中共在著手以和平滲透及外交方式奪取臺灣的同時 也在準備使用武力攻打臺灣 海恩斯指出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從沒放棄強迫統一臺灣的野心 目前 無法確定中共可能對臺灣採取武力行動的具體計劃與時間 但臺灣面臨中共進行武力統一的威脅相當迫切 海恩斯表示 除了很難預測中共具體何時採取武力侵臺行動版 還有中共如何解讀烏俄戰爭 以及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實力 臺灣將發展哪些軍事能力等等 目前還需進一步評估 海恩斯強調 從現在到2030年期間 臺灣面臨的威脅相當急迫 小宮仔 正如 kah 晚明 早上